從坐纜車上來之後呢 出了纜車站之後 這邊會有一些人 這邊的當地人 做講究 就是要顧慮這樣 那我們就走東線 按西線 流線在這邊標示得很清楚 那原則上 我們是要往西線的方向 一般搜尋的資料是走的 西線會比較順暢 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我們就走西線方向走 這邊有一個 整個園區的一個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往西線的方向走 明明那邊有標示的一個 還是 禁止吸煙 還是呢 還是一堆的吸煙 算了吧 會吸煙的朋友不好意思啊 我相信看我 視頻的 應該是 有吸煙的朋友的水平比較高 不會像那些一樣 西線 就是西線 那有數 那確定是往這個方向走 西線的話 就會走這些路徑 我們就整個看一下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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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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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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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